詞曲 李宗盛 曲 李宗盛 這個它叫 它還是在講止點 一步一步來 我們現在還是止點 叫Kanamatics of Heripoticles 運動學 就是止點運動學 但是我們現在牽扯到的是牛頓的第二個運動定義 我們前面一張講的是它的速度 加速度跟位置的關係 但是一個東西不可能平白無故就在那邊動起來 一定有原因的 造成運動的原因 應該就是我們有施加一些外溢的勞動 所以什麼樣的外溢勞動會產生什麼樣的運動 那就是我們這一張要探討的 所以這一張裡面 它這種處理運動的方法裡面不只有一個理論 我們比較熟悉的叫做 你們以前學的叫做牛頓的運動力學 但是在以後你如果 我們在課程裡面也會講到其他的 就是說 處理這個運動的時候 其實有一個方法是用能量的方式 來處理這樣的問題 那這個就叫解析力學 那個以後我們會再講 但是這個我們比較熟悉 我們從這個開始 所以把我們的運動的關係跟我們受力的關係連在一起的 就是這個 這裡有一個指點 這個指點上可能有一些外力作用在上面 記得這件事情 指點如果沒有體積 它的外力會不會有力矩 不會 不會 因為它沒有尺寸 你怎麼加力矩 你跟沒有辦法加 所以基本上在指點上的力量都是一些線性力量 就是我們講的這些F的力量在那 那牛頓運動聽力告訴我 討論 f 等於 m a 什麼 以前國中就學過了 這個叫 thin dog 叫 law 叫 Newton's second law of motion 這個 law在我們力學上代表什麼意思 可不可以證明得出來 牛頓也沒證明說 力量等於質量成上加速度 他有沒有去證明 我是說他寫出這個方程是 有沒有去說證明說速度微噴就變成加速度 你有的速度就可以算加速度 有沒有辦法去證明力量等於質量成上加速度 沒有 這個其實是沒有 所以你下次看到我們力學原理裡面有個law law不是法律嗎 對嗎 這是我們定的 是我們定的 不是自然衍生出來的 每個國家不是可以自己定自己的法律嗎 對吧 所以可以不一樣的 但是自然界的東西當然維持他的運作應該只有一個方法 這個方法是用觀察出來的 他不是用語論推導出來 所以這個要law好不好 所以牛頓的F等於MA其實是觀察 做實驗觀察出來的 沒有辦法去證明這些事情 好 沒關係啦 大家都已經很久了 所以我們知道他是應該是沒有問題的 所以在這裡大家知道 如果加速度等於0的時候 那我們的Sumation F就等於0 所以這個在各位前一個學期 就上了一個什麼 淨力學的嗎 全部都在處理這個問題 就是加速度等於0的情況 所以這個我們叫牛頓第一運動定理 牛頓第一運動定理怎麼講 就是一個物體如果靜止的話 他在受靜平衡的狀態下 他的狀態就是靜者門靜 動者門弱等速度持續運動 等速度持續運動 等速度持續運動就是他的加速度等平衡 OK 好 這個大家都知道 好 那另外一個把牛頓 這個業運動定理寫成另外一個方程式的方式 就是這樣 我們的加速度等於速度的緯分 他質量是不是固定的 物體的質量 當然你可以跟老師講說 老師這樣不是由愛因斯坦的那個相對論 可以告訴我們值能負面嗎 負放嗎 所以質量不是固定的 所以我們現在要講 我們的藝學在這裡講的 我們叫做古典藝學 好不好 我們現在所講的都叫古典藝學 這個名字聽起來是 這個叫classic classical panic 就是古典藝學 聽古典藝學不是有點比較老的嗎 當然是比較老 但是他還在很多場的裡面 應用上是沒有問題的 他比較簡單 所以古典藝學裡面假設 質量就是固定的 好不好 你如果講到現代物理 你講到愛因斯坦 那當然是另外一回事 好不好 他在我們這裡質量是固定的 所以這裡質量固定 我們就可以拿到微分裡面去 對吧 然後這個長處微分就是沒有改變 所以我們就把它放到裡面 裡面這裡就物理意義跟不大一樣 我們原來講的說 合力等於質量乘上加速度 現在如果把它放到這個微分裡面 自己告訴我們的 這個是另外一個物理意義的 就是說作用在一個物體上的力量 就是等於在這個物體上面所產生的 微分是代表一個變量 對不對 微分是不是一個變量的意思 就是變成我們這個質量乘上速度的變量的一個 改變的量 就等於跟你的作用力是有關的 那這個m乘規 這個我們就把它定義成什麼 質量乘上速度 我們就把它叫做動量 叫momentum 叫linear momentum 加一個linear的用意是有一個角動量 這個是線動量 好不好 這個叫線性的動量 momentum 就是線性動量 線性動量 就等於質量乘上速度 這是定義的 就把它記起來 那我們用的符號是L 不同的數上符號可能不大一樣 所以大家稍微注意一下 這個L 它因為質量是非向量 速度是向量 所以這兩個將尖以後就是向量 所以動量也是一個向量 線動量也是一個向量 所以我們上面這個事情就寫了說 作用在一個質點上 所有的力量的合力 要等於這個質點上的線動量的改變率 用講的就是這個 就是這個也是牛頓的第二運動力 好 那這裡告訴我們說 如果我今天在近平衡的情況底下 就是合力要等於0 如果所以在近平衡的底下 合力等於0 就告訴我線動量的改變率等於0 一個東西的改變率等於0 是表示那個東西是一個固定值 所以那個線動量變成是一個固定值 所以在我們近平衡學裡面 其實另外一個說法也是說 我們在這個物體 如果在運動的過程中間 它的線動量改變率等於0 所以線動量就等於固定的常數 所以我們叫線動量守恆 這個英文是叫 Conservation of Linear Momentum Conservation就是保護 就是保有這個固定的值 這個我們叫線動量守恆 所以假設如果有一個值點 是在近平衡的情況底下 它的線動量守恆 所以各位線動量守恆 M乘上V是固定值 這告訴我什麼 質量本來是固定值的 表示說速度就是固定值 所以它就乘坐等速度直線運動這樣 描述起來 數學上我們跟口語上的描述就變成這樣 所以這個簡單的一個概念 但是這個我們把它做一個轉換 其實這個是一個大家覺得是應該沒有什麼的 但是它一轉換過來就變成一個 在物理上意義上一個很大的差異 各位看 剛剛是寫說Sumation F等於MA 可以的嗎 今天我如果把MA給轉過來 然後就變成Sumation F-MA等於D 各位想 這個物理意義上一個很大的差異就是什麼 這裡不是都是力量嗎 所以很明顯的 這個東西要能夠相加相減的東西 是不是一定也是力量 不同的物理量呢 不能相加相減 不行嘛 所以很明顯的這一定也是一個力量 對吧 所以這個我們就把它叫做什麼 Inertial Force 叫慣性力 這個是外力喔 所以這個要做訓練 這個是外面加的力量 叫External Forces 叫外力 這個叫慣性力 所以意思是說 如果我們在考慮一個指點的運動的時候 如果把慣性力也當做一個力量的時候 那這個系統所受到的所有力量的核 一定都等於什麼 0 所以 都加起來力量核等於0 以前我們叫做什麼 平衡 對嗎 只是它是以前叫淨平衡 對嗎 所以現在我們因為要描述它是有在動 所以我們就把它叫做動平衡 OK 所以在一個指點在運動的時候 它雖然加速度不等於力 我們也可以講它是在平衡 它只是在動平衡的狀態 對嗎 所以這個平衡的概念 就把它從淨平衡的衍生到動平衡上面 所以這裡就很重要一件事情 這方式是告訴我們以後在求解的時候 最重要的方法就是這兩個 要把這兩個力量給找出來 好不好 那當然簡單的數學是有的 我們來看看我們在描述它的這個座標 一個數學是我們要用不同的座標描述 結果可能不一樣 所以這裡我們在前面一張講 我們可以用直角座標來描述它 所以直角座標描述的時候 向量就變成XYZ的方向分量 對嗎 加速度也是XYZ 所以向量要相等 就是分量要相等 所以X方向要相等 Y方向相等 D方向相等 所以這個大家都熟了 X方向的合力等於指量 成它X方向的加速度 Y方向D方向 這個OK啦 好 那如果我們今天是用前面的一張描述運動的時候 是用它的這個切線跟法線的軌跡的這個向量來做的話 一樣喔 向量還是可以分解成 切線方向分量 力量 切線分量跟法線分量 加速度也是切線跟法線 所以切線力量要等於切線的力量 指量乘上切線加速度 法線方向的力量要等於指量乘上法線的加速度 OK 這個只把它寫成在切線跟法線 那當然還有什麼座標 還記得嗎 極座標嘛 老師就把它跳走了 OK 所以還有極座標這個都可以用 我想這個我們就再講一下 我們來看一個例題好不好 先把這個題目解釋一下 他說有一部車子 這個大家都會啦 其實我們只把這個觀念再弄清楚 這有一部車子 它在108公里每小時的速度下行駛 但是在這個瞬間我們就踩著煞車了 踩著煞車把煞車給踩死了 瞬間就把它踩死了 踩死了以後 這個車的輪胎跟地面之間的動摩擦 是一個叫μk 就是我們的動摩擦係數 那他問說 如果我們在75公尺的距離裡面 可以完全把它殺平 就在這裡輸入了給你 那或者說大概需要多少時間 那這個摩擦係數大概需要多少 才能達到這樣的事情 OK 現在題目上知道的只有速度 對嗎 初始的速度 這整個運動的過程中間 我們不知道 所以加速度可不可以算得出來 這是初始的 初始的速度 後來的速度是等於0 我們的距離是75 然後還有一個 中間是煞車 所以煞車的過程中間是一個固定的 變化過程 所以如果是加速度是固定的 我當然就可以找出加速度的大小 對吧 所以這個運動應該沒有問題 但是問題是 要造成這個運動需要一些外力才能改變 對吧 題目問的就是說 那你摩擦力要多少的意思 就問這個摩擦係數就是問這個摩擦力 摩擦係數越大 摩擦力是不是越大 所以他就問這個 所以這裡碰到這樣的問題 我們想想看我們怎麼做這個問題 這是一個標準的程序 你就記錄這件事情 這是一個 我們剛剛講的 描述他運動的是 summation F等於MA的嗎 我再把這個式子寫一下 好 我們現在想一件事情 我怎麼知道有哪些外力作用在這上面 我要做什麼樣的動作才可以決定這邊的 你們現在在靜音學裡面 怎麼是寫說summation F等於E 你們在靜音學不是做這個預算嗎 合力加動等於0 你怎麼知道有多少力量在上面 你怎麼去找出來 就是你要畫什麼圖 或是做什麼事情 才能知道說有哪些力量在上面 好 我們要畫一個東西叫自由底圖 對吧 對吧 所以一樣在動力學裡面 因為你要很重要要做這件事情 這件事情也還是要再做一次 所以如果這樣的話 各位探討老師就是要畫這副車子 知道嗎 好 這副車子上面的作用力 才會知道外力有哪些 對吧 好 那我們就試著坎化一下好了 這個有哪些力量 這個車子上面有重量嘛 所以它有重力 好 然後地板 這裡因為我把它想像很小了 所以我們就把它當成一個指點 千吋後了就不要管它了 我們就這樣當作一個 所以這裡就有一個正向重力 對吧 然後還有什麼 它剎車的時候摩擦力 摩擦力一定跟運動方向相反 對吧 所以這裡應該還有一個摩擦力 是嗎 但是我很清楚的時候 我剎車踩的瞬間 車子不可能玩 瞬間就停吧 所以一定會有打滑 這個接觸面如果再打滑 這個摩擦力有什麼關係 這個在經濟捲裡面很重要嘛 大家都知道 這個講說10公斤好了 舉個例子講4公斤 10公斤假設100牛頓 老師給它推10牛頓的時候 會不會動 大概不會動嘛 對嗎 所以這裡是這頓的摩擦力 10牛頓 10牛頓 對嗎 那老師推20牛頓的時候 假設這樣 推太高了 推低一點 推20牛頓的時候它跑了 那這時候摩擦力一定有什麼 又不是20牛頓 對嗎 這時候的摩擦力就等於什麼 它的 就是它的重量乘上摩擦係數 對嗎 OK 所以就在打滑的時候的摩擦力 才是領移 正向作用力乘上摩擦係數 對嗎 或者開始要打滑的那個瞬間 才可以用 只要打滑以後 基本上這個式子就可以用了 對嗎 對不對 因為這個車子在煞車的時候 是在打滑的 還有沒有什麼其他的力量 沒有的嗎 還有嗎 沒有空氣阻力 這個我們就不要找自己麻煩了 OK 好 這個是 所以你知道作用在上面 有這些力量 是嗎 好 動力學裡面 我們就要多畫一個圖 這個圖 大家現在看起來是很簡單 根本是過於的 但是以後你慢慢就會知道 它還是有點幫助 第二個圖你要畫的是這個 這個 指點在運動的時候 不是這邊是外力 這邊是什麼 慣性力嘛 所以在這個指點 在煞車的過程中間 它是會有減速度 又加速度 然後負的加速度 所以它這裡其實它會有一個加速度 它本身有個質量 所以我們也很清楚 車子就在這個路上做直線運動 所以它加速度一定在這個方向 所以這個是我們外力的系統 這個是我們慣性力的系統 牛頓的運動力力高手 是這兩個要什麼 相等 所以你只要想辦法去寫出 這邊要等於這邊 這兩個都是力量的嗎 剛剛講的 最好是這樣寫 這邊不是外力嗎 所以這邊跟這邊要相等 所以我可以寫幾個方向式 你說它要寫兩個 因為這邊兩個相加起來的結果 要等於這邊相加的一個 這邊是0嘛 所以你其實可以寫兩個方向式 第一個 這邊變成是n-mg 這邊要等於0 這邊的要等於這邊嘛 這邊沒有嘛 然後這邊呢 變成-f要等於什麼 好 所以我們在動力學裡面計算 就是很重要就是畫這種圖 這個問題太簡單了 所以畫這個圖 你等於用畫你也都知道了 但是以後你會發現 這個圖就變得很重要了 慢慢你就會了解它的重要性 好不好 所以我就這個要等於這邊就是 外力要等於關心力 好不好 所以先寫出方程式 你就把方程式寫出來 所以剩下就是解什麼 解方程式而已嘛 有沒有 應該就沒有問題了 你能夠寫方程式 剩下就是數學運算而已 對你的講問題都比較簡單 好 好 我們看一下結果 好 這個 各位看一下這個老師寫 對這個 就解出來 就把它帶進去解一下 好 解出來 這個 這個題目問的是要多少距離 或者多少時間嘛 那我們剛剛講過了 你有了這個加速度以後 你是不是就可以去算 他的運動的時間 減速度這些東西 好 所以這裡 帶一帶算出來的結果是這樣 5秒 還要0.61 投擦係數 OK 講看 剛剛那個車子開的速度是多少 108公里每小時是吧 是不是跟剛剛我們現在高速公路的速限差不多嘛 對嗎 你在高速公路的開就這100公里 110公里左右嘛 瞬間踩死煞車 你要多少距離才煞停 75公尺的嗎 75公尺遠不遠 蠻遠的 對嗎 你可能覺得說 那太 鋪得太低了 其實我們的摩殺係數如果變大一點 對面 我是被比較短的距離就可以殺死了 所以這個時候的摩殺係數是0.61 有沒有人知道 你騎的摩托車跟地面 或者是開的車跟地面 輪差跟地面的摩殺係數大概是多少 一般的情況大概是0.7 0.8 這個數啦 因為每種路面不一樣 所以結果不大一樣 比如它也不大一樣 但是大概是0.8左右啦好不好 這個大概是這樣 所以可能煞車距離不要到75 可能稍微短一點 但是75 如果假設50好了 你看50公尺的距離就是 就是我們講的 一部車子大概4米到5米長的嗎 如果你們家的車子大概是4、5米長 所以40到50公尺大概要10部車子的距離 所以不是在高速公路 將你們開車的這樣保持多少車距離 如果你的開車速度是100公里 大概保持10部車子的距離 當然很多人都跟著屁股啦 所以那個就是 臨場反應一定來不及的 所以很容易就撞上去 所以很多就會撞 好 所以 但是這個是天氣好耶 天氣不好的時候 那個抹擦力會變成多少 抹擦技術 降低啦 大概剩下0.3、0.4 那你還跟你輪胎有關喔 你的輪胎如果已經抹到差不多了 然後沒有壞 你就像那個跑MF1賽車是什麼 光頭胎 你知道光頭胎嗎 光頭胎 他們是在競速的時候 為了增加抓地力 所以把它做光頭胎 但是光頭胎下雨天它一定要換掉 對嗎 你看過MF1賽車下雨天的時候 路面濕的時候 一定把光頭胎換掉 為什麼 因為 你如果輪胎壓過一攤水的時候 你知道我們為什麼輪胎上面 要做那些溝槽嗎 那叫排水 要把水 從你的輪胎跟你的地面之間 接觸面把它排掉 讓你的輪胎跟地面可以接觸 不然中間有一層水 就像你在滑冰一樣 根本沒辦法產生摩擦力 所以那個是輪胎的排水 所以我們再增加那個MU的係數 好不好 可以知道 所以你下雨天的時候 這個摩擦係數一定會變低了 所以車子要騎慢一點 好不好 不要騎那麼快 因為你的煞車一定來不及 會滑 OK 好 所以下面這個理題可能時間不夠了 我們今天就先暫時到這裡 好不好 好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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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